从结婚到退休 我们都是过得好好的 什么事情都是有商有商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我们的老年生活很不和谐 退休之后 他总是找各种借口 从来不愿意陪伴我 生活中也没有任何的沟通 总是我心我素 跟他老是聊不到一块 一说话 他就要冒火 一出门他就要管我 他的那种强势 我感到很压抑 无论我对他多么的体贴照顾 他都不领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结婚37年 依然还困惑着呢 来掌声有请这对老夫妻 有请 男嘉宾徐先生 63岁来自湖南退休 女嘉宾张女士 63岁来自湖南退休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37年是吧 这可以给我们上上婚姻课了 到我们这儿来干嘛呀 就是我们两个人嘛 婚前是比较爱好文艺嘛 他对人才与知识比较重重嘛 所以他就找了这大学生 就找了我 婚后我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但是对于我们老是吵吵闹闹 他也不给我的空间 他比较强势 没有不是这样的主持人 之前嘛我们都是吃完晚饭一起去散步啊 但是到了老了以后 他就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了 这是为啥啊 这主要原因是我的脚有一次救人嘛 我就受伤了 很痛 散步的时候走上四五十步 我就要坐下来 一定休息的 所以不愿意陪他散步 但是他也有自己走 就是臭我不注意的时候 一个人溜达出去了 其实我这个散步 就是骑着摩托车兜兜分 他根本就不会跟你说 他是去什么了 打电话也不会接 接了就说我有事了 这是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陪也陪过 就是我们两个人陪着出去的时候 整是闹别扭 所以就以后就不想陪了 他知道我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跳舞 这个跳舞是交椅舞 我也不愿意去找别的男人跳舞 是吧 然后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呢 就一首歌也唱不了 跳舞是根本开不了步 从我开始教他跳舞 到最后他不陪我跳舞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有十几年 这十几年当中 我要求他怎么样 他都会怎么样 两千年以后 我那个工作呢 这个时间段 正好就是在那个环境时间段 就是晚上那一段时间 然后他的工作比较随意 然后他就自己去找人家跳舞了 从两千年开始 他就去跟别人跳舞 是这个意思吗 就不愿意跟我跳舞了 那你们俩这事儿 好像还得从两千年开始说起啊 那时候是这样的 他不愿意跳 我这人我刚刚说了 我比较自重的 我感觉你对我有疏远了 那我就去找别的事情吧 我就从两千年开始 我自己在家里面 我有学很多东西 学舞蹈 自己一个人照着那个电脑上面 找那些个导师的舞蹈 然后学唱歌 流行的什么歌 我就学一学 然后学古诗文 不停地学 您的野鱼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 是到了 当时到了他退休 到这个时候 三年前 就到这个时候 我们的时间 完全可以自由自配 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人家 成商成队的这样 那我怎么不想呢 是吗 我肯定 我看大概你们的婚姻 大概是分了三段 我这么听下来啊 第一段叫寻到目标 快乐生活 对吧 这一段就一直从结婚到两千年 算是一个坎 对吧 是的 就过去了 是的 到了两千年之后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等于您可能就是上班的时间 您的说吧 黄金时间上班 对 先生的时间更自由一些 很自由 对 所以因为时间碰不上 这段时间就变成了 和谐的各玩各的 对吧 他出去跟人跳舞 您在家里学习 您的这个玩用的不好 就是各自都用自己的业余爱好 填满了自己的这个空闲时间 是的 但是这个家庭时间没影响 我也是有一点 主席 我也是有一点点被迫 就是说自己有一点点心理不好 怎么就是自己自我安慰的那一种 明白 反正就是在这段时间 基本上面属于一个 各自还可以接受的这么一段时间 个人有个人的空间 您这委屈是一个真相 说我是被迫接受 我也没办法呀 是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过来了 直到三年前 因为两个人退休了 两个人的时间开始重叠了 可能孩子也大了 对吧 也不在家里了 对 这个时候突然发现 我们俩想在一起 尤其是您 是的 想跟先生清静一些 怎么样 我们就就进一步起来了 因为他平时 他这个跳舞唱歌 都是跟人家 我也看得心里怪难受的 那当然了 我也会 你干嘛不跟我呀 对吧 为什么呀 是这样的 以前我也曾来不跟人家跳舞 但是我们两个人去跳舞嘛 也有人有点微词 不是你们夫妻跳舞人家有什么微词啊 他老是两个夫妇跳舞啊 人家都想跟你们跳一跳都没有空间啊 这是啥微词啊 这个是妙论 因为本身跳舞就是男的代女的事吧 也是个很愉悦的事情 但是他偏偏就是说他教我 我要搞一个什么动作呢 他就跟我别扭了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2000年有一次 我突然发现他就是说 不愿意听我的了 我也感觉他的舞还跳得可以了 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左右过他 我都是努力地去配合他 但是他就是跳词 到那个时候 我有上网吧的那一段时间 没有跟他陪 就那段时间起 我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他找人家跳 人家年轻漂亮 不是这个意思 我跟你说 绝对是的 不是 您告诉我们事实吧 就2000年以后 是不是就开始跟别的舞伴跳舞了 一般都说别人要我 不是别人跳你 你跳别人的事情 就是说之前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多么的和谐呀 全想跟他跳舞 都等私下里跟我说一下 想跟你先说 哦 我这个可以呀 然后他都不去拒绝 然后我就去拉着人家的手 送到他的跟前说 给个面子嘛 他才去跟人家跳的 从2000年以后 我没陪他 然后他才去这样子 去找人家 找完了人家 就嫌弃我了 啊 行 这个退休之后 还跟别人跳吗 一直就跳 这脚不是坏了 散步都不行吗 那就是我说的 他的借口啊 跟人家跳舞就不痛了 她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女人 她总是喜欢 管着我 我这个强势 还管着我的小 长期一晚 就有一种反感的吧 他都管你什么呀 比如说打麻将吧 到门口 我们门口就在麻将馆 我出去打麻将馆去看一看 他就后脚跟过来了 你知道我对这个 另一半的要求就是 你是一个文化人 你去一次两次 人家就知道 哎 我们三缺一 喊徐老师过来 好多大文化人 不都打麻将 那是的 但是我就是说 你一天 他一天 商场可以奋陪到底 到明天天亮 你说这么老了 或早睡早起嘛 是吧 还有总事人 这个事情我跟你可以 这叫小事也管 打麻将你管我 还有什么大事管 您说 把委屈都说了 比如说 大事小事都管您吗 学开小汽车嘛 因为我们 一三口自家有两台车嘛 我以前学嘛 他已经学了 但是他学了 他就不肯我学 他说他开就可以了 我到哪里 他就可以送到哪里 他知道我 下了决心要去学了 亲戚朋友啊 同学了 凡手是能认识的人 他都打电话给人家 说什么呀 他说我不要学车 好 我肯定不会听 但是我报名的时候 每个学校都不接纳我 他说你们家所不同意 他每个学校都打烂 你说我有没有自由 这是为什么呀 您这挺厉害的呀 他是60岁去报名的 之前我们家里面 没有一个人能开车 我就跟他说 你应该去学车 他说我不去 你不去学 那我就去学 之前要你学 你不学是吧 你突然间想要学 我就怕他开车出去 您就怕他自己 长了腿跑 这是一个隐形 所以这么听起来 退休之后 有了情感危机了是吧 对呀 他先生有了外心了是吧 对呀 我这工资全部算交了 而且我还到外面 兼职工程师 还打份工作 给家里面听补花响 因为他喜欢旅游吧 我就让他去旅游 我整个都在你身上了 你还担心什么东西呢 那不是这个 一个人他是生活在情感当中 我之前这一段 风风雨雨 不管怎么艰辛都度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两个人老来棒嘛 两个人如何和谐地在一起过 度过余生这样的 听懂了 他在一起就感到真的是压抑 感到非常的郁闷 他如果出去走在家里 我反而不出去 我觉得很高兴的 我就是自己累点了 没关系 那我以后我就不回家了 我就隔壁租个房间啊 本来你的房间 就是我的房间隔壁嘛 现在已经分房了 明明知道 我喜欢最大的心愿就是旅游 就是出去看一下 之前也确实是 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 那不是说挣钱给人去 就是有挣钱了是吧 就想他陪我一下了 是吧 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尤其是看到那些个 我们身边的那些个老年夫妻 他们每天都秀 确实我们国家这么发达了 这个旅游世界 我们也应该去享受享受嘛 所以您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呀 我是想他陪我去 哪怕是陪一次去旅下游 他都不答应 我是有老伴的人是吧 行 我问问 我问问 您还想不想跟人好好过 只要给我一定的空间 您的一定空间指的是什么 您把这一定空间说出来 晚上可以自由活动一下 也不是每天晚上 就是说每个星期三天 或者四天晚上 可以自由活动一下 自由活动 干嘛去啊 这跟家属说清楚啊 跳舞了 唱歌了 比如说现在进了很多群嘛 很多群里面都要的唱歌嘛 唱的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最多也就 别着急别着急 接不接受 这个不存在的 就是说 不存在是不接受啊 我没有限制过它 我没有限制过它 那您要什么自由啊 没有 根本就没有限制过它 怎么说没有呢 就是前几天我们来 这里的来天津的时候 就是我骑着摩托车出来 他开着小汽车跟着 这个是因为 他从来不跟我交代 他去哪里了 交不交代也不要跟着嘛 有时间了 我可以不去洗碗了 不去收拾了 我就想知道 你到底是干啥了 跟谁也会了 这个就是这个婚姻 最大的一个可悲之处嘛 就我们年轻人看 我自己觉得 是一个可悲之处 就是一段婚姻 在婚姻当中的妻子 想要的是说 你能不能陪陪我 对吧 丈夫的话是 跟你在一起我就烦 你能不能给我自由 给啥自由啊 可以陪的 但是不能够每天陪 我不是他把每天都在家里嘛 他这个每天陪我告诉大家 他这个每天陪 不说了不说了 吃喝拉撒呀 在家里面睡觉了 他这 他感觉这是陪我 行行行 咱咱不吵了 不吵了 不吵了 还过不过 我们特别直接 年轻人直接一点 过不过 可以过吧 哎呀 我的妈呀 您觉得您的这个 家庭生活 一百分之满分 我太委屈了 不是您给打多少分 听到您的委屈了 您给打多少分吧 我也不知道 您今天来干嘛 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您来这干嘛 我不是有看到 你们有这么一个 一档子节目吗 人家都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 谈和好了吗 主持人 对于来这里的问题 我还可以插一句 允许吗 允许啊 说吧 我根本就不想到这来 我也反对他到这来 有一次我看到他 看天津电视台的 爱情保卫帐 正好这个节目 他的环节播放到哪里呢 主持人 他们的请点啊 哇 不听不知道 一听心里一跳 你害怕自己那点事 被他们看穿了 不是怕的问题 我是对他们这种点评 很赞美 啊 杠杆的自自积足 直地有声 入目三分 精彩分尘 好好好 行 别夸了 让您感受一下现场 什么叫自自足迹 什么叫入目三分 什么叫润目细无声 还有一个词叫催酷拉朽 来一起进入到丘比特问卷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跳舞 谢谢 不是我 是您太太 不是我客观的说 从上场到现在 唯一发自内心的笑 就是你说完那句话之后他说谢谢 然后我就特别的感慨 我觉得大哥您太厉害了 您这个脚啊带开关的 就是跳舞的时候是好的 一跟您太太去散步就坏了 您有多少个舞伴啊 我问一下 三个 固定的是吧 相对固定 那他们要是不跟您跳舞行吗 不跟他跳舞行啊 您不跟他们跳舞行吗 我也行啊 那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跳舞呢 我听来听去啊 两人矛盾主要出现在舞伴身上 就控制一下自己的脚行吗 一个人总要有一点业余生活嘛 既然是自己的爱好 就会有这个追求嘛 刚才您跟我讲了啊 就主要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不敢跟您太太跳舞 就是怕这个社会舆论啊 对吧 这不是主要的 你一带他去跳舞 所有的人就会说 哎呀你看你看 你看他带的媳妇来跳舞了 所以您那三个舞伴 就不能跟您跳舞了 您主要是怕这个 我跟你讲啊 你们两个的关系 从两千年的时候 就开始失控了 你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现在退休已经收不回来了 自由惯了 现在媳妇想抓回来 抓到自己身边 完了 难以收手 所以我现在今天就问你 大姐就说了 就说你能不能多陪陪我 不出去跟别人跳了 跟我跳 能不能 如果能 咱俩就继续过 如果不能 咱俩就离婚 你怎么选择 如果是分要选择的话 对 那当然是能 这不还是能吗 这不还是能吗 所以人生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六十三了 还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 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 还有什么比老年生活幸福更重要吗 你看他这一天 愁眉苦脸 你看那眉毛皱的 您看看 跟您风风雨雨走过这么多年 就不如舞池里的那一点点 兴奋和温柔吗 就不能让他笑一笑吗 你自己想一下 一会儿再回答我这个问题 也不是这样的 你等一下吧 先说说大姐 一切都没有问题 唯一的问题 就是给他太大的压力了 您的这种施压 不光是包括亲朋好友 动不动就打电话 还打电话到驾校去 听我说完 他现在处于叛逆期 老年叛逆期 就是你现在越压着他 他就越反抗 我可以说一句吗 你说 那是由于我无助了 但是这样的方法 你绑得住他的腿 绑不住了 你绑得住他的腿 那我也没办法了 你不让他学车 你绑得住他的心吗 是啊 事实就是没有 我这是一个尝试 是 所以以后不要这样 所以以后我们用正确的方法 去疏导 没有 就是说我就保持沉默了 就一直是冷战 沉默没有用 冷战没有用 沟通才是最有效的 跟踪没有用 跟随才是最有效的 就像你当年教他跳舞那样 教他怎么样过好老年生活 那不会听我的 他不会听你的 但刚才我问他了 我说如果大姐今天就走了 你怎么选 这才是有效的方式 而不是用舆论去压制他 他疏独得多你知道吧 你光压制他是没有用的 我是因为过了十几年了 我一个人就想尝试一下 人家是有强势的男人 我知道你尝试 女人他们是这么做的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有用吧 我也没有去干预他 我一个人悄悄的 我想做什么 我没有说今天不让你去 没有这样说过 我跟你讲你说的是对的 你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没有用 我在告诉你 什么样是有用的 你懂吗 他这种人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今天就把狠话撂在这 就有用 你说我不干预你 然后我就怎么样 我跟踪你 我用外围的方式压制你 没有用 我现在告诉你 实验事情 我现在也停止了 对 所以你今天 停止了就冷战了 在现场冷战也没有用 你就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 外面的那些鲜艳的色彩 在这样的年纪 不如家里的妻子 给你带来的陪伴 不如未来 当有一天你可能躺在病榻上 递给你的那杯温水 带来的温暖 63岁了 该考虑这些事情了 你的妻子要的不多 就是你陪她散散步 你可以接听她的电话 你可以在舞池当中 伸出手去邀请她 与你共舞接下来的人生 成熟的爱情 因为爱你 才需要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左岩老师 你现在看到大姐带哭 那是一种孤独的表现 如果说她这种孤独 还得不到你的一种 感受的话 我觉得大哥 有些冷酷 可能在大哥心目当中 觉得自己比较高胎一等 反映在 因为她是奔着您的学历 我可以插一句吗 可以插 因为她以前长得很漂亮 那个时候 为什么她一定找个大学生 有一个秘密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就是说 她对后代负责 有一个优廉的基因遗传 其实她比我还有优廉 因为她这个人 她要达到什么目的的话 要定青山不放松 所以您的潜台词就是 她不择手段 包括跟您相处的 这个方式当中 让您感觉到很不放松 您需要自由 对吗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 就如同跳舞一样嘛 就是要步调一致 互相理解 跳舞当中 总有一个跟随者 总有一个指引者 而现在 您的老公 希望自己能够 主导这个舞伴 那她一起出来的步伐 才是和谐的 所以说您不需要流泪 您需要让她感受到 其实您 对于她的需求 是正常的 并且需要她给您反馈 您要给她空间 不是说你去吧 不管你实际上 不是这样的 她出去了 你在后面跟着 你并没有给她空间 她需要的空间 是真正的自由 新的空间 大哥 的确您想自由的空间 是合理的 是对的 但您要关注到老伴 脸上的眼泪 为什么 您在家里头 真正的沟通的时间 又能有多少 其实你们一直是在 各自生活 所以希望 我希望 您跳舞的时候 可以带上 她出去旅游的时候 您可以跟随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来 阎老师 年轻的时候 因为妻子 貌美如花 您走她身边 觉得特有面 现在年纪大了 您就跑到 舞场当中 找自信了 没有 没有 现在我会 坦诚地告诉大家 我的所有的舞伴 比她还要长得丑 不是用美丑 来衡量的 就您现在这个活法 这么放飞 自我的活法 您再跳个三五年 等您真的生病了 真的 不能再出去跳舞了 不能再开车 出去玩了 谁照顾您啊 就您这十几年的表现 我们都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您这十几年 还算年轻的时光 没有好好地 陪伴对方 你指望老了以后 人就在床前 照顾你了吗 你不危险吗 所以大哥 您要不收收心 我真得 劝劝您妻子 考虑一下 自己的生活了 听明白了吗 那就别了吧 不要让她离开我 不会让她离开您 您就要好好地陪伴她 而不是您喜欢自由 您喜欢跳舞 您喜欢潇洒 把她放在一边 这是不对的 女士 我想说的是 您给她的压力太多了 年轻的时候啊 这个弹簧压久了 她真的会弹起来的 所以我倒建议您 现在真的是 完全放手 你放放手 亮着她 我可以说一下吗 来 不解释 不解释啊 你就亮着她 她不是出去玩吗 你也玩你的呀 你去旅游啊 不理她 回来不给她做饭 让她 冷茶冷饭的 她就知道你的重要性了 没有 这种 这种方式 对她不孝 她跟人家去找人家做饭 人家会跟她做饭 如果真的是这样 她要不懂得珍惜 您后四十年 真的好好考虑 我们现在其实追求的 不仅仅是说 我们年轻时候相伴 老了以后 我们就这么凑合吧 其实我的压力 全部是给我自己 我要达到 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今天要买房 我就自己努力 但是你 你得跟着我来是吗 你越这样想 大姐 这大哥越不跟着你的脚步 她已经完全渴望一个 轻松自由的老年生活了 你只能 然后我想买一辆车 家里面又没钱 我去贷款 用我的那个工资 那个存折 工资存折去贷款 大姐 咱不说细节了啊 你有考虑过换个老伴吗 从来就没有 从来就是说 她三十岁的时候 或者四十岁的时候 五十岁的时候 她都不能这样去 站在我换位思考的话 我要等 等到六十 六十还没有 那我等到七十 我总有一天 要把她等回来 等是等不到的 我希望您能够心平气和地 想想你们的婚姻 去审视一下 你们婚姻的现状 自己如果能调整 我们就调整一下 不能调整 其实你要去冷静地对待 如果这位大哥 在经过我们今天的调解之后 依然是这样的状态 你的人生怎么度过 你的快乐 谁跟你分享 你的痛苦 谁陪你承担 我们不是说 三十七年的婚姻 就一成不变 婚姻是一生要经营的事业 我也希望您能够 平下心来 不要那么的焦躁 去考虑一下自己的婚姻 当然我更希望 大哥能够通过今天 有所改变 给妻子多一些陪伴和呵护 也希望大姐能够更明白婚姻中 轻松互相陪伴的状态是最重要的 希望你们晚年生活都能幸福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像你们一样 经历退休之后 老年婚姻危机的朋友们 能够多来节目 多看节目 也许就会收获更多 也许晚年生活就能拥有更加平静 幸福的婚姻生活了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其实刚才问大哥 你怕吗 你怕将来躺在病榻上 没人照顾你吗 他还真不怕 他知道他会管他的 他已经吃死你了 他根本不怕说 我哪天要是脚走不动了 我哪天我要是真的 没人照顾了 我会很凄惨 他一点都不怕 是的 他吃定了你会照顾他 而且你今天在舞台上 喋喋不休 他的每一次对你的某种情绪 你都要去解释 恰恰证明了 你所有的回应都在告诉他 无论你现在怎么样 我都不会放弃你 我从来没有想过换老伴 我就是要跟着你 那就是这样 其实想来想去也公平 上半辈子你管着他 下半辈子你求着他 改不了了 你看你那个情绪 是没有人能够劝说得了的 你所有的情绪就是 我后半辈子我要求着你过吗 你认为是求着他过吗 是的 但是其实想想 你不要这样去想 你是求着他过 上半场 你占有主要的地位 下半场你处于一种劣势 其实想来想去也公平 当然我没有办法劝说你说 给他自由吧 就像严老师说的 你该出去旅游旅游 你不会的 他放心不下的 但是 你放心不下 你跟着他没关系 但你想通一点 你不要认为 下半场我委屈求全 我内心是痛苦 其实也不是痛苦 你要跟着他就跟着他 但不要以这样的心态 他都这把年纪了 他还能飞天上去啊 换者言之 其实我认为这位大哥 并没有那么爱跳舞 并没有那么爱开车 其实事到如今 到了他这个年纪 他的这种自由啊 是一种不明所以的自由 就是你偏不让我干什么 我就偏干什么 老年人偏不该干什么 我就偏要干什么 这种自由啊 当外力一撤销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我说的对吧 其实你也没那么想要 那么去做 所以呢 你要跟着他就跟着他 你要管着他就管着他 但是呢心里一管 你只要做到一点 嘴上少说一点 你越抓着他 他挣扎得越猛 你越看着他挣扎 他越挣扎越没意思 好吧就这样 好谢谢陀老师 稍微有点生活阅历 和生活经验的人 都知道 你们这三十多年 演得挺辛苦 确实很累 一直在演嘛 你一直在给别人演嘛 典型的 我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嘛 你从年轻时候 就开始秀嘛 从找对象开始 就是要满足 给别人一个交代嘛 就是有很多人 老是想按自己的方式 去征服一个人 或者征服世界 或者征服一段感情 或者控制什么 你所有的描述里面 你必须承认 你是一个 做事有计划 分阶段执行的女人嘛 在你的人生阶段 你这么去做 就是有一个原因嘛 是你想控制嘛 你要控制 你自己的生活嘛 所以从两千年开始 你所有的生活重心 是什么 是让这个家 在物质上面 更阴实 不能被人瞧不起 是的 至于你的情感需求 可以被压制 是的 现在你回来了嘛 潮流变了嘛 现在的潮流是秀恩爱了嘛 有秀的需要 有你内心的需要 这个男人不能满足你了吗 不能给了嘛 就是你们都演了 三十多年的婚姻 还想演下去吗 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了 活自己 骗了自己一辈子 为什么不能活一回自己啊 不行就是不行 就是得有底线 你有底线吗 确实是没有 闲着没事 骑个摩托车 浪到什么呀 我们这年轻人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而且是你教着他 打开了一扇 新的世界的门 你放手 你手把手地 把他往处推 是的 你还觉得我能控制他 我的力量很强悍 他 好 今天话说开了嘛 我看就是 这个婚姻就是要到 已经突破底线了 您回不回来 回来咱接着过 不回来爱干嘛干嘛去 过分了吧 反正我的亲爱 你一次就没出去 那叫新吗 说 你 你出去的时候 我在家里特别愉快 你说的吧 你不看他就烦吗 心事没出去 您没有张三 也没有李四 但是你更没有他 你只有你自己嘛 我只是觉得 我们三十多年的 这个婚姻了 总应该面对一下 自己坦诚一些 想过咱好好过 不想过就寻找 各自认为的幸福 何必这样多痛苦啊 行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几十年的艰辛 我们分与同舟 我把我一生的爱 为你遮风挡雨 给了你一个温暖的家 到了老了 你还这么 对我百般的挑递 不是有人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吗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守护是最沉默的陪伴 刚才我们已经 说了不少了 但是一个不正的事实 那就是我们已经是 你老了 你需要调整心态 一切不必要那么认真 真作假是假一真 假作真是真一假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完美转身 欢度余生 哎 请走了啊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你看人家这个最后 最后引这两句话 非常有意思 假作真是真一假 真作假是假一真 就是到了这个岁数 如果说还秉承着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在生活里人一点 真东西都不掏 我倒觉得活的岁数 越大越悲哀 行吧 最后看他们自己 会做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我爱你 你快乐 我们再也找不到健康 这算是第一次 一直背着爱情的自由 我爱你 你爱你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请我有请 谢谢 谢谢小天使 见证是他们的老板时刻 老板 你也不会伤心 你不是很希望跟我跳舞吗 现在我就是脚断了 我也要正面一下 跟你跳舞 现在 当然 木丝 好 好 怎么就 運 拉拉拉拉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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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我 我